根据它这个实体内的路径 只要和它这个后部这个路径 这个能够匹配的 通配服匹配的 都把它给隐藏掉 对不对 我们这个是通过LINE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新建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还是要放开的 现在新建这个我们有用 有用到 新建 等于是我们在一个界面里边 这个新建 还有那个什么 就都完成 这个建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新建 和修改 应该也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点我们的类别管理 在这里点我们的新建 哦 这里报了一个错 我们可能需要去查一下了 看看这个是什么错呢 哦 我们的这个新天的activity 没有放到咱们的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对吧 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那个就 叫什么 就是 我们把 对你入了去吧 好 这个 然后保存 对吧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启动起来了吧 类别管理 等于这个 然后新建类别 哦 还是有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继续 刚才那个错误呢 我调试了一下 呃 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代码做了一些修改 增加了一些判断是吧 我们之前是没有 这个 判断了吧 是没有这个判断了吧 没有它就会报错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不是增加了这个 这个这个代码可以暂时 自然先移除 用这个代码 我们不是增加了一个 那个移除方法吗 对吧 我们这个移除方法 根本就没有 就没有实现它那个接口吧 那个 我们的这个接口吧 我们的这个菜单事件 这个接口吗 我来看 根本就没有实现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接口吧 没有 我们只是传递一个 过来 对不对 当前的这个商业 我这个过来 然后之后就调用了这个 移除方法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 我们平常都是 如果调用这个菜单的话 在拗的时候 都是有这个菜单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 在转换这个 监听器的时候 把这个对象 同时转换成监听器的时候 能转换成功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是移除的时候 肯定转换不成功 因为我们传进来 这个根本就没实现 那个接口 我们可以看到 对不对 没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说在这里边 我们就要多加一个判断 用这个instance of 这个关键字 来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activity activity这个对象 是否是这个 Listener这个接口的一个实力 如果是这个实力的话 我们才能做转换 对不对 如果不是这个实力的话 我们就不要做转换 否则这样的话 肯定就会爆错 因为你没有实现的接口 你还要转换 肯定会爆错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多一个小技巧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做一下这个对象判断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日后用到 比如说接口啊 或者这种对象的转换啊 强制类型 对象的强制类型转换啊 如果碰到这种 有时候需要转 有时候不需要转的情况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instance of 这个关键字 这个语法 来做一下对象类型转换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移除了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演示效果 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类别 新建一个类别 好 这里边我还有断点 正好可以看一下 这个断点的话 这应该是那个的 稍等 我们应该断点没有执行到 刚才打的断点有错 有错位的情况 我们把这个断点离除掉 直接进到那个里边 哦 这个 怎么还没有 没有移除掉 现在这个对象判断的不对 我刚才 是 是 对的 稍等 我在这边 再再再再调一下 刚才试过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 稍等一下 好 同学们我们继续 这个 刚才是我 粗心大意了 为什么它没移除掉呢 现在这个判断 它是正确的 如果是这个 在添加编辑页里边移除的时候 这里边这个代码啊 是执行不到的 它判断这个对象 因为没有实现这个 Sleder manual 这个接口 是执行不到里边的 我刚才 已经进去了 但是 布局没有移除掉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这填 那个布局 填错了 名字填错了 我的名字填的是 它这个布局 对吧 它根本就 就就就 就没有没有 没有包含它 所以你移除 也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 一个不包含的布局 你去移除 它居然也不包错 这就挺奇怪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在这 现在填上了 在这个最外层的布局里边 填上它这个 manly out 对吧 呃 然后在这个布局里边 填了之后 我们获取这个布局的实力 通过它 就能够移除我们这个底边框了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是不是现在点新键之后 这个底边框 是不是这会儿就显示没有了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添加 这是不是保存成功了 添加之后 我们这类别是不是多了一个 12个 对不对 我们再来做一个 再添加一个子的 比如添加到买菜 ff 再保存 这是我们子类 是不是增加一个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修改 比如说加一个g 或者是把它 变一个位置 变到交通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交通里边 变了又多一个子类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交通的这个删除 是不是有子类 我们就给它屏蔽掉了 对吧 好 那么至此呢 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manage 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账本管理模块也完毕了 对不对 我们并且学习了如何使用一个事物 然后在这个类别管理里边 我们就又学习了怎么使用这个expendable这个lisview这个空间 还有它的这个adapter是如何通装的 对吧 然后另外我们在这个添加编辑页面里面 学习使用这个spinner怎么绑定一个area adapter数据 同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并且比如说如何自定义它的这个下拉态的样式 并且我们要注意绑定的时候要附写那个类的这个to string方法 对不对 这样的话它绑定才能输出正确的你想要的值 另外一个如何接收另外一个activity的这个返回窗体的这个结果 对吧 我们这里边也学习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在打开一个activity的时候 给它传递一个数据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类别管理模块也完毕了 然后后边的几天我们会把这个最后的最重要的这个记录消费 包括查询消费模块把它给完成了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统计这块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好吧